加州民主黨籍眾議員馬特·哈尼 今年2月發起提案AB2747 主張房東應該每月至少向一家全國性信用機構 通報房客按時繳房租的情況 同時可向房客收取最多10美元的通報費用 哈尼認為 現行法律下 信用評分不會反映房客按時付款 反而會顯示漏付或晚付記錄 他希望AB2747號提案 能糾正這種不公平的現象 提案支持者認為 法案有助於他們獲得更高的信用評分 有利於未來租房 反對者則表示 房東為了要遵守法律 必須增加支出與信用機構建立關係 或依賴第三方服務 恐怕最終會導致租房成本上升 對小房東尤其不利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蔡美音綜合報導 請教課 請教課